华叶钱庄 赵老板店 同家茶园 同老板 同夫人 同小姐店 谭夫人 节哀顺便 秀杰啊 事已至此 你多保重啊 不然 茶园的茶园们得到消息以后都来了 别让他们见了 好 妈 茶园们都是好意来祭奠父亲的 你父亲是乌茶珍有头有脸的人 怎么能让这种人登门入室拜见 这也是规矩 你就请他们在门口祭拜吧 各位 按照谭家规矩 烦恼各位再次祭奠老爷亡灵 魏大叔 当初是老东家收留了我们 让我们在乌茶珍安了家 活下去 现在他老人家走了 这些是我亲手做的 劳烦您给放在老人家的灵鹫钱吧 这可不行吧 童少爷来了 怎么了 这 我想进去祭奠老东家 那我进去 童少爷 这可不行啊 夫人说了 他们不能进去 这是规矩 给我吧 谭家茶园 茶农 殿 老东家 你一路走好啊 还是谁 还有呢 是啊 我怎么知道 你呢 我已经在乌鸡 你完全是在乌鸡 又不是她的 你都打 Vermont 你和我吧 你都打算 你说我 那我已经在乌鸡 你要乌鸡 你先认识吧 可没想到 您老走得这么着急 耀东就替妹子叫您一声 爹 一路走好 林凯 以后你就是这个 家国医主事的男人 好 田柱 阿君 七郎爱吃的东西 你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对了 还有红酒 小姐 你放心吧 都准备好了 好 那你下去吧 田柱 爸 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啊 爸真是坚持到了 那秋朗活过来 你也活过来了 爸 谢谢你让秋朗哥 又回到我身边 可是爸不确定 真是让他回来 好还是不好啊 爸 您不是一直都非常信任 和气中秋朗哥吗 为什么这么说 爸是 担心将来啊 什么意思啊 有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总之 爸是希望呢 你能找一个门当户对 能够真正给你幸福的男人 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那不就是一种幸福吗 哪知道 我说 秋朗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可是 他现在对你这份感情 并不一定是真的 这不重要 只要他心里没有别的女人 我可以等 叶子 你不懂 刘伦 然后呢 我们 我 你 buyers 秋朗哥 芭城回不来了 谁是谭景然啊 跟秋朗哥有什么关系啊 六爷 秋朗不会 认祖归宗不回来了吧 什么认祖归宗啊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没事啊 跟你没关系 敏凯 都跪了一天了 就吃点东西吧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试过跟我父亲 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敏凯 其实我和你一样 没能够送我的父亲最后一场 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知道他真正的死因 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情 就像一根针一样 扎在我的心里 我想此时此刻 你的心情 跟我应该是一样的 不认识 吃点东西吧 月一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些话 想跟我妈说 少爷 不认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你好好劝劝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儿子 我听你愿意说 你把你爸爸的后事 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很鲜蚓 我想知道 我爸他是怎么死的 那天晚上你们去了哪儿 为什么他突然间会过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在怀疑我 还是直问我 我是想知道真相 你爸久病卧床 这是迟早的结果 那我爸林仲前告诉我 我还有一个兄弟 叫谭明阳 但是还没等他说完 您就冲了进来 那是你爸病糊涂了 你从来就没有一个兄弟 当时您的反应 就像现在一样紧张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爸已经糟了 也带走了过去的一切 你根本就不需要 知道的一切 妈 您可以什么都不告诉我 但是我一定会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 我也会按照我爸的嘱托 找到我的兄弟 您看 我告诉你 我什么都告诉你 二十五年前 就在我被你爸爸 结婚的第三年 我们原本恩爱的夫妻生活 被一个叫朱秋月的采茶女给毁 我们会把他招待 我们的家人 没有人 把他招待 伤心 有什么人 把他招待 拿着 你 把他招待 我 你爸在林中心 嘴巴里喊的还是她的名字 妈 对不起 我嫁给她 把我最好的庆祝 我的一颗心 我的命都给了她 可她却为了一个下级的女生 愣过了我半生 孩子 妈又不是生 我真的熬不下去 你是我的命 妈我知道这一切对你很不公平 但我只想弄清楚 那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我一定要把他接回谭家 这是我爸的遗愿 他根本不是你爸的孩子 他的死活跟我们谭家无关 这么说 那个孩子真的存在 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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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既恨朱秋月 但是既恨改变不了血缘关系 我一定会找到她 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妈呢 因为这是我爸临终前的嘱托 这也有可能 是我这一生 唯一能替她完成的一件事了 我真是很羡慕你 可以自由地来去 决定留下来不再继续学业了 我不能离开 现在我是我妈唯一的织成 是你说的 亲人只能做一辈子 我不想等到子虞孝儿亲不在的时候 这人粗补衣服 你穿上瘾了 我准备用另一种方式 去管理茶园的事业 好 保重 解心 魏管家 我在滩家 喂了十多年的马 为什么让我走啊 别问了 这都是夫人的决定 我们也没办法 拿点钱令某生路吧 好 夫人 那些老婆都走了吗 都走了 每个人都多缝了一年的薪水 要全部都走了 夫人 一定要这样做吗 您可以再质问我了 我还能怎么样 那些都是家里的老人 武得再严实 也难免会走落风上 我一定要把这个家 彻底清干净了 不能让这些赃事 再藏了我儿子的心 娘 娘 我求求你了 你别这样 今儿这宫你是去爷的去 不去爷的去 由不得你了 娘 娘 我多赚点钱 我多做几份工作 我钱都给你 你别让我去童少爷那儿 你给我省省吧 姑娘 就你赚那撒瓜俩早的 够干什么用啊 你看看人家童少爷 开衣袖状 你就去当个绣娘 一个月给你五块打烊哪 这家里不就宽裕了吗 我那点赌债也就能还上了 赌债还完了你 你真想看着别人夺我手 走 娘 你别让我走 我保证多赚钱 等我爹回来 我趁着你爹不在 我才拉你去的 我告诉你 如意啊 你是喝着我的奶长大 我自己儿子死了 你身上有我一条人命呢 少废话 跟我走 娘 走 甭会话 走 爹 爹 爹 你要不跟我去也可以 真金白银 你给我拿出钱来 钱要拿不出来的话 我就去找你爹 看看你爹那把老胡椒 能炸出几两油来 你别叫我爹 我爹他身体不好 我实话告诉你 如意 老冬家死了 这少冬家是个新派的人物 茶园还不抵怎么样呢 就像你爹这种 又老又不忠用的人 没准是卷铺给走人 谁告诉你 新冬家会让他们走人的 全阵子的人都知道啊 那新回来的少爷 喝一肚子的羊毛水 那茶园他根本就不玩 我跟你解释得着吗 你是哪儿的 走走走走 咱们走 你是他什么人啊 光天化日的 竟然对一个姑娘 如此蛮横 我是他娘 怎么了 你又是从哪个地方里 冒出来的乌龟王八蛋呢 我是路见不平 帮这姑娘说句话而已 这位先生实在是对不起 家母性格就是如此 先生 你瞧瞧这一身穷酸相 哪点像个先生 作为母亲 你更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嘿 你吃饱了撑了是不是 管起别人家闲事没完没了呢 我养他二十多年 就算他现在卖身养我 那都是应该的 你管得着吗 原来是为了钱啊 你 我今天就带了这么多 够不够 没事 真是人不可貌相 全金白银的这个 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情 你 想吃饱银 怎么在这儿站住啊 没事 没事 豫舟 egy熟人 挺好的 那个钱你不能拿 这赌去了 唉 好 来啦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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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这无脑的东西 跟老娘等 我不会 童少爷 对不起 我不是不会你啊 我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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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别别 别别 我是按照您的吩咐在做的 本来今天就领着如意 到您这儿来上宫了 我也没想到他半路就杀出来 那么一个打抱不平的穷小子 别跟我讲那么多过程 我只要结果 妹爷 我留了你一双手 从我这儿拿着钱就得办事啊 办 肯定办 但是 佟少爷 如意这丫头的脾气您也知道 这要是逼紧喽 他可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我比你了解如意 他要是好办我找你干嘛呀 那那 那您就给我个实在话 你到底要把如意怎么着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也喜欢他 也想让他喜欢我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那 那是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想让他 心甘情愿地 做我的女 不认识 你早说呀 您不就是让他做您的小吗 唱了点小事好说好说 姨 姨 我知道你在赌场地方刷两个钱 别说那么难听哪 姨就是玩玩玩玩玩 玩 以后在赌场玩 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 你怎么会有什么 同胎少爷 我就知道您是个大好人 您是活菩萨在世 您是大恩大德 你记住 但凡有其他男人大如意地住 第一时间告诉你 行 行 拿钱走人 什么 又什么呀 赶紧拿钱去 好 没错 谢谢啊 如意他爹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 看着我就想抽她 帮你 这次实在不好意思 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我帮你是因为我们见过 谢谢你的茶糕 茶糕 茶糕 那天你慷慨地送我茶糕 既然你有麻烦 我一定要帮你 可是两块茶糕也不值这么多钱 我爹跟我说的 滴水针当泳泉相报 可是大家出来 挣的都是辛苦的血汗钱 你的钱呢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但是你要给我点时间 好吧 如果你一定要还的话 那 那我每天来买你的茶糕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还有东西要还给你呢 你是不是丢了一块丝帕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想到会碰见你 所以没带在身上 下次还给你 你怎么办 没怎么 思畔你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如意 如意 来 这没一跑太快了 每天我都追他 现在练得腿脚比我都快 明天让他拉车吧 算了 老五 那我们的事情就说好了 明天开始呢 你来我这里领茶糕 直到还清你的钱为止 好啊 怎么了 没钱人钱了 你好 我叫老五 你好 你好 好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送我回茶园吧 别去茶园了 人家都说了 谭老爷这一走 茶园也快完蛋了 为什么 谭少爷不懂呗 一个公子哥儿什么也没干过 把这么大一个茶园交给他 那还不是跟佟剑少爷一样 败家 算了 老五 谭少爷是什么偏心 跟我们也没关系 我们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行 走吧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 你叫什么呢 你们 你们叫我二汉吧 二汉 是啊 名字好咬不 好 二憨 那我們一言為定了 明天開始要來拿茶糕哦 一言為定 你找誰啊 大少爺 叫大少爺 少爺好 好 你消消 家裡為什麼多了那麼多新仆人 老的都被遣散回家了 真希望你能快點嫁進我們家來 這樣我就不會寂寞了 跟你咱們都跟你走 那麼一定會有所謂的 因為你也不會 你是要受神啊 我這是, 老人 你也許像天堂 我給你 那個人 去你 像天堂的話 我哪個不? 你自己子 已經不想起頭死了 豹唐 你以为我 你出售人 在过来 如果你的伴侦 你都不逗 人都已经走了 就算不妥 也没办法挽回了 放心吧 他们都拿了双帝的工资 另外还有车马费 并没有亏待他们 你就别在为这小事操心了 婆婆 您这人一向以慈悲为怀 处处替别人着想 俗儿真的很敬佩 你的嘴巴就是甜 我去告诉你爸妈 等谭伯伯的桑吉一满 我们就风风光光地娶你进门 妈 爸才刚走没多久 我现在不想谈论这件事 就算你父亲在世 他也会希望你尽快成家立业 好了 我要去送舰了 你别私人好好聊聊 那婆婆我们不打扰你了 去吧 米卡 我们走 大小姐 别等了 或许秋朗哥不会回来了 大小姐 我哥他不会言而无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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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回 六爷都不敢确定 他会不会回来 他会不会回来 那你告诉我 他到底去乌查镇干什么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哥 你回来了 秋朗哥 我去告诉刘爷爷一声 好 刚才阿康还说 他们都认为你不会回来了 怎么会呢 我答应过你要回来的 就一定要回来 那你这次去乌查镇 都干什么了 我是去奔丧的 谁的丧啊 一个长辈 去啦 回来啦 六爷 爸 回来啦 我还没你回不来的呢 怎么会呢 这是我的家吗 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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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呢 我母夜产不在家了 是 不在就好办 九叔 房租钱 收好 都说了不用给了 你每天帮家里做这做那的 还贴钱买吃时 早就抵了租金了 那不行 说好了就得给 你可说好了 别让那母夜产 又拿到赌场去了 我是管不了他呀 他也就还忌惮着你 对如意也不敢过分 要说这个呀 我们还真得谢谢你 你就是你给 谢什么 老王 要是如意头顶上那天塌了 你顶得住吗 顶得住啊 那就是 那地上喀巴裂开了 我也给他抓住啊 这不就放心了 如意啊 给老五热点饭去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 自己去 爹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 如意 爹 爹对不起你啊 你的命不该这样 爹只能尽我的所能 给你找一个好的归宿 爹 你怎么老说您对不起我了 转断几个月礼 我送走了两位父亲 我知道谭敌人病入高荒 但是没想到他走得那么快 他不是病死的 是猝死 猝死 谭老爷跟谭明凯说 他有另外一个孩子 谭夫人非常紧张 当天夜里 就把谭老爷 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等第二天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尸体了 你现在知道 我说的没有半点虚假了吧 你看 他连自己的丈夫都不放过 你说他会放过你吗 好了 放心 我不要好好保护你的 但是 是你养你的父母恩情 我看你只有来世在报了 不 我不要报来世的恩 我要报今生的仇 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 我没法面对 我死去的母亲 还有两位父亲的亡魂 你现在目前的状况 想要跟谭家来对抗 你没有任何条件 那你放心 过了今天以后 整个上海滩都知道 你高秋朗 是我一二三的意思 自若送你的 不是 是一个姑娘掉下的 然后被我捡到了 我准备有机会的时候 还给她 赶紧叫大夫去还了吧 你的身份 不宜做这种小事 也免得斯若心里不舒服 斯若为什么会心里面不舒服 她毕竟是 骄傲过门的媳妇 一个女人 一代欲心一意 为了一个男人 眼睛里是柔不得沙子的 更何况是一条丝帕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娶她 可你在我的肚子里 这门情绪就定下了 这是你们的决定 我根本就不爱斯若 不许你说这种话 你这样会伤了斯若 伤了咱们谭同两家 好几代的交情 你不再是个孩子了 你将是谭家的主人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关系着谭家的基业和颜面 妈 我一定要娶一个 我真正爱的人 什么是爱 刻骨铭心 海枯石赖 你这话 让我觉得害怕 为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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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相信朋友 那我还能相信什么 相信我 儿子 这世上 只有妈 才是全心全意的对你 你是我们谭家唯一的儿子 很快 你就会成为 江南商界想当当的人物 好 你看看 不一样了 真的不一样了 好 秀兰 从今天开始 我把码头运输 以及乌茶针 有关所有的生意 都交给你的经营 我会手把手地教你 谢谢义父 记住 有一种人 是因为有权势 才成为老大 但在江湖 你必须要先豁出命 成为老大 才有权势 懂吗 就了明白 爸 你就放心吧 哥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说你能不能 穿得体面点啊 好歹也是个少冬家 少冬家跟穿什么 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 这叫门面 懂吗 我觉得这样挺舒服 挺随意的 再说了 我暂时不想被别人知道 我少冬家这个身份 为什么 如果我要管理茶园 首先就要跟那些茶农们 平等 亲近 切实了解他们的想法 和需求 这就是你留牙回来的心得啊 你把这些茶叶拿出来 你把这些茶叶拿出来 给你一个茶叶 和茶叶 你留在这中间的茶叶 说的 你不能在这家 你不得了 我还能不能在这家 你必须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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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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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抛开 童家少爷 九叔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 我跟班 那您先忙着 我走了 九叔 今儿如意来了吗 来了 在那边干活呢 那您忙 来 你刚说你爱上的那位姑娘 叫如意 猜对了 那她爱你吗 她不爱眼睛害 素丫头 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 突然当起了童少爷的说客 但是您跟童少爷 都死了这份信吗 人家童少爷 哪点不好啊 你要是真跟了他 他也不会亏在你 更不会亏在咱们家 你要是嫁给了他 你和你爹 也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我们虽然辛苦 但我们赚的是本分钱 童少爷 可是咱乌茶镇 有名的活颜王 你别把他惹敌了 可没有咱们好果子吃 您这么帮童少爷说话 是不是拿了人家钱呀 我 我没有啊 我拿人家什么钱呀 我宁可嫁个简简单单的男人 本次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人了 哪有啊 不可能 那多少女人想巴结童少爷 还巴结不上呢 你这可好 人家死去半年喜欢你你 你肯定心里有人了 谁呀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 老虎 就是老虎 不是老虎 那谁呀 到底谁呀 如意 你告诉你啊 那人到底是谁 那谁呀 你说呀 二汉 二汉走行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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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谢谢各位 来参加这个餐会 好 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慎重介绍一下 这位 这位就是我叶海山的义子 高丘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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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轻人啊 初入这个江湖 什么规矩都不懂 各位你们都是他的长辈 得替我多教教他啊 好 好 丘郎还年轻 以后要请各位叔叔 伯伯 多多地提醒 虎父无犬子啊 您 您还生的儿子 那出来多多教 整个上海滩 那就颤起颤啊 冯爷 您抬举了 您抬举了 我准备 把水路码头这一摊生意啊 交给邱老来处理 刚好在你冯爷的一抹三分店上 邱老我就交给你了啊 好说 好说 好的 币号的生意啊 是全靠六爷关照 以后 就求高老板多多关照了啊 高老板多多关照了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各位放心 六爷的规矩 就是我高秋朗的规矩 以后 秋朗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请放心 来 我谢谢各位 好 好 我敬各位 各位辛苦了 来 喝口茶吧 你是新来的吗 我瞧瞧里面熟啊 你不是佟少爷的人吗 佟少爷让我来茶园帮忙 别提了 自打的老东家归了西啊 茶园就放了羊 很多人啊 三天打鱼 两天晒亡 这老东家呀 是咱们的天 你说这头顶上要是没了天 能踏实吗 也不知道这个少东家 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哪 羊派少爷呗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哪像老东家 天天跟我们在一块 什么时候掐名 什么时候采茶 那都门清 我看那少爷呀 不一定灵 小伙伴 我看着你面膳啊 是个好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二汉 是我呀 我是如意 我